大家好,我是小凯 今天这节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在一张图中添加一个新的坐标轴 有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需要在图一个图形当中画两条线 然后呢 它不同的线 它对应的刻度不一样 比如说在这个图形当中 这个红 这个蓝色的线对应的可能是50 它的6 X是6 然后Y可能对应的是50 然后8对应的可能是100 这样一次下去 然后在对于红色的线呢 它对应的值可能会更小 是0.5 1到直到3 这样的话 它们的区间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为了把它画在一张图形中 我们可能就需要两根坐标轴 然后左边的这根坐标轴呢 是给这个蓝色的线用的 然后右边的这根坐标轴呢 是给红色的线用的 这样就是我们的双坐标轴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讲一下 如何添加一根新的坐标轴 这样的话就可以画出一个双坐标轴的效果 好 我们现在开始写代码 今天呢我们还是用两种方式 一种是用pyplot的方式 另一种呢是用面向对象的方式 为了画出两根圈呢 我们需要生成两组数据 首先我们X是一样的 然后X是2到20 然后Y呢 Y1等于X乘X也就是X平方 然后Y2等于NP点logX 也就是对X求对数 这样的话他们的值差距也会比较明显 首先我们先画出 XY1 我们运行一下 这个是我们画出的第一条线 然后我们要画出第二条线 怎么办 有一个函数 TwinX 用这个函数呢 就可以添加一条坐标轴 我们可以看到在右手边添加了一条坐标轴 然后这个坐标轴 它的默认值是从0到1 然后我们在这个坐标轴上画 XY2 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画出的XY2 当然我们为了颜色呢 可以把它变为红色 这个就是我们画出来的一个效果图 当然这个是用pyplot的方式 然后我们下面再讲一下 如何用面向对象的方式 数据还是跟以前一样 数据还是跟以前一样 然后我们先生成一个AX1对象 然后在他上面绘制XY1 然后我们把D跟坐标轴命名为Y1 然后AX2点AX2等于 我们用AX1点TwinX生成一个对应的一个双胞胎坐标轴 然后在这个坐标轴上画出XY2 同样它的作为红色 然后把这根坐标轴命名为Y2 然后我们把这个很坐标的也改一下 好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用面向对象也是画出来相同的效果 然后这根是对应的是Y1坐标轴 然后这根对应的是Y2坐标轴 也就是红色对应的这根图线 当然我们顺便也可以看一下Y1和Y2的值是不是究竟是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到Y1的值是491625一直到361 这个跟我们图形上显示的是一致的 当然它既然有TwinX 那它肯定就有对应的是TwinY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TwinY 也就是两个X轴 我们退到最开始变向 我们退到PLT的方式 因为这种比较容易一点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TwinY 当然为了对应了 我们可以把X和Y1的兑换一下 这样的话它的X坐标是一致的 它的X坐标是不一样的 但是Y坐标是一样的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形上有多余的线 这个是上面 因为这个后台没有刷新 这是参与下来的 上面前面画的图参与下来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刷新一下 把这个关掉 然后重新启动一下控制台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X轴变成了两个 变成了两个 然后Y轴呢 只有一个 刚好我们把X轴和Y轴调换了一下 所以说它现在是双X轴 也就是我们用TwinY的功能去画出来的 好 今天的作业呢 就是大家也是要用 PYplot和面向对象的方式来绘制一下双Y轴就可以了 双Y轴 为了就是为了区分出它们的这个效果呢 你可以把 一根坐标轴的范围作为0到10 然后另一个范围你可以把它直接除以10 除以10把它作为0到1 这样的话就可以明显的看到两根坐标轴的区别 好 今天的课程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